订阅起来喽 反正我们就再重立一个评告 然后就来分享一些收银的东西啦 反正有兴趣的话 当然就订阅起来 Welcome to vlog 228 已经做了228集的vlog 其实还蛮多的 反正简单来说就是我不喜欢现状 那我想要改变现状 然后刚好遇到一些事情 那就刚好我们就全部都来做改变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经营 这个频道的模式呢 我觉得它不太是一个 长久的 可以长久经营下去的营运模式 所以我想要做一点改变啦 那我们今天呢 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近期中期远期的目标 就是我们的未来规划的部分 那我们从近期的开始 那比较认识我的朋友可能就知道 我有一个神奇的小计划 就是免费拍摄的计划 那我相信我应该是在台北地区 在这一个年龄 就拥有这么多奇怪的摄影器材 应有尽有什么都有 所以我想要把这些器材发挥到最大化 所以我才想出一个叫做免费拍摄的小小计划 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帮别人拍摄 完全免费不收钱 他只要把我运到他要拍摄的地方 我们就帮他完全的拍摄 帮他剪辑 帮他想任何的拍摄的内容 然后我们就把他完全的做出一支影片 然后不管给他做行销啊 或者是他要做广告啊 或者是他要干什么 他要拍音乐影片都可以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啦 那我们的详细计划 我会在另外一个影片在做更深入的分享 下一个近期的目标呢 就是如何行销我自己 因为我有这么多摄影器材 那我们的摄影呢 其实就是一项服务 就跟餐厅一样 它就是服务嘛 那你不来我这间餐厅 你就去其他餐厅 那为什么你会来我这间餐厅呢 就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需要找我来拍摄 我到底有什么特色 我是别人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 可能是我的拍摄风格啊 或者是我任何特殊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们近期 需要来稍微想一下的部分 下一个近期目标就是社交 那我想要用我们的社群平台 然后我们就是去follow一些 可能我有兴趣拍摄的对象 就可能他是做蛋糕的啊 然后我可能有兴趣之类 就我们去深入了解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才能提出我们的服务 然后看他们需不需要 我们拍摄的服务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的话 欢迎追踪一下 OK 那我们近期的目标就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中期的目标 那第一个中期的目标呢 我想要让我的 这个主要的YouTube频道 可以让他变成一个 尽可能让他变成一个最大的 摄影交流频道 我也觉得很神奇 这听起来还蛮神奇 就是我的目标是 如果有一个观众留言说 他可能对灯光不熟悉 那我就做一个灯光的影片 那你如果对摄影的什么东西不熟悉 你想要知道更多 这摄影相关的东西 那我就做一个这个影片给你 那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那如果我不会的东西 我身边也有超多朋友就是都在玩摄影 不管是在业界的 或者是业余的 进阶的 有摄影比赛冠军的之类的 很多很多这种人 那我也可以去请教他们啊 然后去问他们这些问题 然后来拍摄影片 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还蛮棒的 东西啦 就希望我可以变成一个最大的 摄影交流频道 那下一个中期目标就是 我想要当好一个领导人 因为我们拍摄有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出去拍摄 通常都是一个小团队 可能三五个人啊 或者是十几个人的比较大一点的团队 那我们要想办法让大家前往同一个目标 而不会有什么意见分歧啊 或者是有人在旁边耍飞 有人忙得要死 希望大家见可能的前往同一个目标 让大家做出一个人办不到的事情 那我们的中期目标搞定 那我们就讲一个我们终极目标 就是我们最远的那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要拍一部电影 就不是那种半个小时那种电影 我想要拍两个小时 或三个小时那种长片 那这个就需要有一定的规模 有一定的预算 我们才可以去执行 那我相信拍电影就是在讲故事 就是这么简单 那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需要各方面的技术 然后各种想法结合艺术的结晶 我们才可以说好一个故事 不管是从前期啊 我们在讨论啊 然后到拍摄啊 我们选择镜头灯光之类的 那到后期剪辑 这全部都需要精心安排 各种结合 我们才可以拍出一个好故事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就是从近期目标慢慢加油 慢慢的每天成长 慢慢的达成我们最终目标 那也需要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想要追踪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分享给你可能对摄影有喜好啊 或者是拍电影有喜好的人 让他知道有我这一个人存在 对 感谢大家支持啦 好就这样啦 差不多就这样 赞 订阅 赞 追踪 分享 开心 赞